大家好,我是秦子 禮拜三的新iPad發表會你看了嗎? 你有沒有被那個處理器直接上到M4 然後售價最頂規版到9.3萬 突破歷史新高的iPad Pro給驚豔到 但是出事了阿貝! 咱們的蘋果執行長Tim Cook 在X上面分享了iPad Pro的一支宣傳影片 結果這引發了創作者集體的部門抗議 好啦,在我跟大家說 今天小店辦了三則大事之前 我在IG上面有分享 想說我是一個要履行承諾的人 所以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上個月跑完我人生中的第一場伴馬啦 然後跑完之後 我的腿就整整瘸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跑伴馬的過程 真的是一個很磨練自己心智的過程 那在正式跑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說 人到底為什麼要一直不斷地突破自己 能舒舒服服的過不好嗎 我當時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兩個半小時要跑完 最後其實也是有達到這個目標 只是呢,我們最近不是有出了一支 Insta360X4的影片嘛 那主持剛好就是我本人 下面就有網友留言說 喔!你是為了業配才跑伴馬 還是為了跑伴馬才業配 當然都不是啊! 誰為了要業配跑伴馬 也太辛苦了吧! 我當然就是為了想要突破自己啊! 雖然說這個過程真的蠻辛苦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還是覺得蠻充實的 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然後在階段內都有不斷的練習 然後達成是一個還不錯的過程 如果你覺得跑完伴馬的我很值得被鼓勵 或者你也是一個伴馬同路人的話 這邊有一個like和讚 記得幫我按一下喔! 謝謝! 好啦!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主題啦! iPad Pro竟然激起了名怨 奇怪!我們一向最會行銷的蘋果 這次怎麼會出錯咧?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iPad發表會上面到底發表了什麼 可以看上面這支KZ做的速報 但是呢! 我們的iPad Pro種種的規格 再搭上最新的Apple Pencil Pro 其實一切都是說明了 它真的非常面向的專業的創作者 但就是這一支Tim Cook在X上面分享的iPad Pro宣傳影片 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你可以看到畫面中有一台很巨大的抑壓機 把所有各式各樣創作者需要的東西 就一把的給壓爛 像是什麼顏料啦!相機啦! 然後或者是說樂器啦!等等 雖然說呢! Apple最後想要呈現的其實是說 所有創作者需要的東西 其實都集中在一台iPad Pro裡面 但是呢!下面的人就紛紛留言表示 欸!這個畫面不管怎麼樣看起來都很令人心碎啊! 其實我完全可以理解 密蓋也說他看到影片的時候覺得有點神奇 因為創作這條路真的很辛苦啊!而且又沒有流量! 你要知道那些都是對創作者來說賴以為生非常寶貴的工具 然後就這樣被糟蹋看到了真的會很想哭欸! 我只能說就是這一支宣傳影片做的 是有點太理性思維、理性腦袋在做 但是創作本身就是一件偏感性的事情啊! 好啦!第二件大事就是飼料肌肉Content Point Research 最近剛剛公布了全球第一季銷售前十名的手機 那當然呢!除了蘋果跟三星 其他的手機通通都沒有上榜 他們就是一哥二哥啊!不然咧! 但是!你猜第一名到底是哪一支手機? 將將將將! 檔案揭曉是iPhone 15 Pro Max 而且iPhone 15系列的三支手機啊!都有進到前三名! 但值得一提的是啊!這次三星有進到前五名的手機 是S24 Ultra 是最旗艦的系列 嗯...因為啊!三星其實一直以來銷量最好的都是A系列的中介機 所以這次是旗艦自己到了前五名! 不錯不錯! 而且包括還說啊!這一季消費者購買高階機種的意願非常的明顯 十支上榜的手機裡面有七支都是高階手機 那它定義的高階手機就是 單價、售價、定價是六百元以上美金的手機 所以說大家都越來越有錢 只有我窮囉! 最後一件事呢!就是要讓大家繼續沉浸在手機的世界裡! 沒錯!最近新手機很多欸! Google呢!它講在Google I.O.之前剛剛發表了Kiso 8A 那台灣呢!這次會上市三個顏色 一個是鑰匙、黑、桃、紫白、跟海灣藍 售價是台幣16490元起 先給大家瞧瞧它的外型如何 跟Piso 8其他機種一樣邊框都圓圓的 那我們把Piso 8 Pro跟Piso 8A兩個藍色擺在一起對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Piso 8A它的藍色其實是更深的 就連鏡頭模組也是藍色的 而且Piso 8系列上面的AI功能 Piso 8A都玩得到喔! 還有啊!同場佳音就是我們Sony的新旗艦機 Sony Xperia 1M6 在5月15號的時候也要發表了 跟Google I.O.是同一天 所以呢!我今天才拿Xperia 1M5的前置錄影 讓你們回味一下拍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當然啦!這支新手機要發表之後 當然就是我們的資深索粉蜜乾的主廠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它到底會拍出什麼好看好玩的東西了 那最近的新產品連發這麼多 有沒有哪一個是你最想要看我們開箱或評測的呢?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你只要按一個like 多按幾個like 反覆按但要記得最後它是停在有按的狀態下 我們就會努力開給你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小電報 下次見啦!掰!